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鲜螺斗鱼 鲜螺就是现在我们所谓的泰国 鲜螺斗鱼 我就把它买回来了 鲜螺斗鱼就是这个样子的 它张开的时候 它非常的漂亮 鲜螺斗鱼 这种鱼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雄性 就是公的 公的鱼它喜欢跟任何鱼都来斗 结果养这种鱼的方法呢 只有一种方法 就是单独一个把它养起来 所以我们看到鱼缸里面常常单独一个鱼 就是这种鲜螺斗鱼 我把它买回来以后呢 我家里有个大鱼缸 里面养了很多小的鱼鱼 当然不是这种斗鱼 我觉得大鱼缸里面这么多小鱼鱼 把它们集中一下 大鱼缸里面有这种设备啊 把很多小鱼放在一起啊 也放到鱼缸里面 里面水是通的 可是呢 还是有区隔的 我把这些小鱼鱼啊 就放在大鱼缸中的这个小鱼缸 然后呢 把这个斗鱼啊 就放进去了 结果这斗鱼一看到它眼前有这么多的小鱼鱼 虽然是非我族类 别人并不是斗鱼 可是当它找不到主要敌人 别的弓的斗鱼的时候啊 它就把刺要敌人当成主要敌人 它就围着这个小鱼缸 大鱼缸中的小鱼缸 这样绕圈 这样转 左手要又绕 绕来又去 就是要攻击这些小的红鱼 可是它进不去 可是它就疯掉了 它就一路绕 一路绕 一路绕 到了晚上的时候 夜深人静的时候 灯光也按下去的时候 我发现呢 它睡觉 或者说不是睡觉 它在小鱼缸外面就这样盯着 也看这个它这些吃药敌人 三天以后 它死掉了 我就有一个感想 大家看到我们很多古人写 他们观察动物的这些小文章 我发现很少人会为这个斗鱼会写篇小文章 我发现这就是一个故事 什么故事啊 就是当它找不到主要敌人的时候 它会锁定次要敌人 锁定次要敌人的时候 它会全神贯注的 来锁定次要敌人 一点都不肯放松 什么结果呢 把自己给累死了 所以说 三天以后呢 这条斗鱼就死在了它的次要敌人的前面 我们再看 最近一个情况出现了 有一群呢 癞蛤蟆 一群蛤蟆 它在看什么呢 它们肚皮撑破了 发生这个现象 在水里面就发生这个现象 一群后来呢 就发现这个现象 大家看见没有 肚皮撑破了 在水里面 这是一些研究说明 就奇怪 说为什么这件事情发生在 今年的四月 四月底 后来 兽医他们研究 现在什么结果呢 它知道什么原因呢 就是汉堡师他们发生了这些事情 这些癞蛤蟆忽然就 就翘着肚子都死掉了 然后研究结果 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他们发现 就是以为认为是 他们肚皮撲的 是被乌鸦所攻击的 后来发现呢 不是乌鸦攻击的 是怎么回事呢 是他自己发现有乌鸦过来 他们就要吓唬这些乌鸦 就拼命把自己肚皮绷起来 绷绷绷绷绷绷绷 到自己 把自己绷死为止 这又是一个例子 他把自己锁定了这个敌人 这个敌人可能不是他的敌人 可是当他认定是他敌人的时候 他用他的方式来抵御这些敌人 最后呢把命也送掉了 大家不觉得很奇怪吗 两年以前八月 我所养的这条斗鱼 到今年四月所发生的 这些蛤蟆 绝着肚子都死掉了 这个故事给我们有一点点启发 启发什么呢 就是说 人在面对他的敌人的时候 他自己应该怎么样的自我检讨 怎么样的自己应付 怎么样的自处 自处的不好的时候 敌人还没有完蛋 你自己先完蛋了 我如果让我来解读这两个故事 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子的 我们常常人间会遇到这种问题 所以英国的文学家叫王尔德 他说 一个人要小心选择他的敌人 敌人要挑选的 因为敌人太烂 他不值得做你的敌人 我跟大家讲过 我一辈子快意恩仇 我自己有恩怨情仇 并且我还跟大家公开宣布过 在我的人生观里面 我反对 耶稣那种说爱你的敌人 或者说 中国的老子那种以德报怨 我认为 敌人是可以爱的 敌人是可以 以德 可以化掉这个怨的 可是必须在报复过以后 叫敌人付过代价以后 然后你可以跟敌人和解 这是我的原则 这就是孔夫子所说的 以直抱怨 什么叫以直抱怨呢 以直就是说 对应的 对等的关系 你打我一拳 我踢你一脚 踢了你一脚以后 可能我们两个人就不是敌人了 可能是朋友了 可是这一脚 非踢不可 这就是我的一个 人生哲学 我跟大家讲 我在这个节目里面 大家听看到我 就算是这个 嚣张好了 或者张牙舞爪好了 我告诉你 我的一些人生观 我所看到的一些人生的规则 我把它讲成叫做人生的经历 金言字 金字这种教条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人生 要相信一些教条 这就是我所相信的教条 底有的关系 就是我所相信的一个教条 我不承认那种无条件的 对敌人的原谅 我是不承认的 可是我也不承认 用这种紧张的方法 来处理敌友关系 把自己弄得不能睡觉 敌人没死 你先死 这种搞法 我认为是很愚蠢的 所以从鲜罗斗鱼 到这些蛤蟆 这些青蛤蟆 我觉得都是错误的 为什么呢 他们又很准确的 把自己的能力 做一个评估 大家看这张照片 什么东西呢 当年就这种 大力士所试验的 他能够举重举多少的重 这就是很准确的 一个量力的动作 如果力量评估不好 你可以举的更多 可是你没有举出来 低估了你的力量 可是如果你量力量的不好 超过你的力量 逞能 你就会受伤 所以这种运动 一个对自己的评估 是非常重要的 我给大家展示过一个照片 当年一个英国的拳击手 他打敌人 没打倒 结果把他自己 打到台上去 打下台下去 打到台上去 就是这样子 看到没有 他自己把自己打倒了 这是这种情况 我的意思 这种情况是要避免的 所以我认为处理敌人和朋友的关系 我必须说 我真的欣赏 真的佩服 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 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 他们的族群 被德国人 干掉了六百万 可是以色列人 复国以后 他并不是相信 一般所说的 耶稣的观念 就是说 原谅你的敌人 没有这个事情 他要追杀这些敌人 所以呢 他们天涯海角 去找当年 迫害他们的 这些德国人 其中最有名的一个人 就是埃克曼 以色列人 到了南美 找到了埃克曼 把他绑票绑回来 就是埃克曼 然后 埃克曼 然后呢 把他给干掉 这就是以色列人的 哲学 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就是他们的 这个哲学 这是很重要的 一个观念 我今天扯了这些 那代表什么呢 代表 告诉大家 在人生的过程里面 我 老眼平生 空死海 我也看了太多的事情 这些看的事情 不完全是根据我的经验 也根据我的一些 从书里面 得到的一些经验 这算是不是直接经验 是间接的 可是在这种经验的变化里面 我也觉得 人生有很多 你不能够评估的那一面 它会出现 我举个例子 给大家看 我在台湾的立法院 有一天我下电梯 出电梯 电梯门口碰到了 翁林成先生 他是在做 十大青年十节选拔的总干事 他说 我们正要找你 他说 北京大学的副校长 好评博士 好评先生 来了 正要找你 可是我们就一个时间 怎么越都不拢 结果阴错阳差 好评副校长 回到北京了 可是我很抱歉 这一次呢 没有能够见到副校长 可是副校长带了几个资料给我看 第一个呢 就是我父亲 在北京大学 毕业同学录的时候 这个是1926年 国立北京大学的毕业录 我父亲 是中南北大毕业生 注意一下大家 当时他是28岁 当时年纪很大了 就是我父亲 当时这是当时北京大学的 这个校旗 这是副校长 都非常好意的 有因给我 虽然这个资料呢 我在这个 我的节目里面展示过 可是这张照片呢 使我非常的感动的 这张照片是我父亲 当时在北京大学的 这张照片我从来没有见过 我是第一次见到 谢谢这副校长 带给我这么好的一个资料 我父亲 然后呢 副校长又带给我 这个当时的一个 北大的学生名册里面的成绩 我的父亲 就是李鼎义 28岁 吉林浮渝人 就民国9年9月 1920年9月 这个到校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他毕业总成绩是72.2 也还算过得去的 这个这么一个成绩 我们看到当时北京大学的 这个名册 学生名册 为什么有这个名册呢 因为当时毕业生 只有200多个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 一个毕业生是多么的珍贵 我举这个例子给大家看 就是告诉大家 人生有很多这种际遇 如果我不在台湾 做了这么多的这个 闹事 怎么讲 不闹事 如果我不在 凤凰电视台 做这个节目 我也很难 跟北京大学 能够结这个缘 我想 他们也会 没有注意到 有这么多的资料 我父亲的资料 从北大里面出来 这就我讲 人生的很多事情 是不可知的 这个不可知 包括你的敌人和朋友 有的时候 他不该做你的朋友 他做了你的朋友 有的时候 不该做你的敌人 也做了你的敌人 我举个例子看 大家看这个新的资料 人民日报 5月16号 这个连送风投进 这个这个 再看到 我们再看到这个 国际航空报 大家看到没有 就5月16号 这个就 胡锦涛总书记 跟那个亲民党的 宋楚瑜握手的照片 我们再看到 这个东方早报 谈到了胡锦涛 宋楚瑜 达成六点共识 我们再看北京晚报 这个 宋楚瑜 讲演 在清华讲演 有智慧的 找出两岸的 最大公约数 我好像讲得很拉杂 重点讲的什么呢 重点就是说 不管是敌人朋友 有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都是不可知的 像宋楚瑜 过去是我的敌人 后来变成我的朋友 可是不管他是敌人还是朋友 对我说起来 他是政治人物 我跟他是不属于一类的人物 我分得很严格 就是这个朋友是政治人物 而我这个主轴 是谈思想的 这是两类人物 到今天 我还是又变成我的人生 金绿 黄金色的信条的一之一 就是当他是政治人物 我就会把他界定他的一个范围 但他不是我做另外一个界定 好不说 我给大家讲 北京大学校长 这是当年的马云初 马云初 我觉得他就不是政治人物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他的人口政策 提到大家中国人人口太多了 我们如果不控制生育 中国的人口不可收拾 可是当时他的看法跟毛泽东是不一样的 毛泽东认为人多好办事 这两个人看法顶住了 结果毛泽东说了算 所以呢 就把马云初打下去了 他虽然是北京大学校长 可是呢 大家攻击他 说他言论是错误的 马云初更了不起啊 他就挺到底 干到底 最后怎么样 最后毛主席也死了 最后证实了 马云初的看法是正确的 可是太迟了 中国人无缘无故 多了几亿人口出来 增加我们整个的负担 这个是告诉大家 思想性的人物是多么的重要 他真的为我们的国家做出来正确的导向 可是政治人物跟不上 跟不上 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局面底下 有时候会有一种打压 打压不公平的局面出现 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 那种主张思想的人物 提倡思想的人物 如果有坚定的 伟大的 坚韧的人格 像马云初校长这样子 我们觉得是多么的不容易 这就是我李奥今天所要告诉大家的 我一辈子走的路就是这样路 什么路啊 我看不起政治挂帅 政治挂帅这里面就没有是非了 就没有冷静的评估了 常常是错误的 政治挂帅的时候 一定后面有一个思想在指导他 在督促他 可是当这个思想本身有问题的时候 当然还要修正啊 过去我们多少中国人 在一个后面思想的指导之下 在推动我们的爱国活动 那个后面什么人呢 马克思嘛 马克思是搞思想的 可是现在我们也发现 这个思想问题 马克思的部分是有也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要走中国人的 中国的社会主义 为什么呢 不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 什么原因呢 就是知道 搞思想搞错了 在源头活水的部分 这个不是活水出了问题的时候 问题也是一种麻烦 我今天讲到这些 就是当你锁定敌人跟朋友的时候 真正的敌人 不是个人 而是敌人脑子里面的想法 当敌人脑子里面想法不对的时候 他就会出事 他就会作怪 他就变成你的敌人 可是你不是要消灭他个人 你是要消灭他的思想 可是这种情况 斗鱼不知道啊 斗鱼面对的就是 我要消灭这些鱼 你只要飞我族类 我就要消灭你 这个青蛙不知道啊 认为你乌鸦就是我的敌人 目前就处在这里 所以我们很多的努力 很多的敌人 我们做了一个错误的假想敌 错误的设定 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 整个的脉络是这么来的 人要有爱恨情仇 要有快意恩仇 在爱恨情仇和快意恩仇的情况底下 就会有朋友 就会有敌人 可是敌人不是他的个人 而是敌人脑子里面那个思想 思想是重要的 思想比政治还重要 思想挂帅 重于政治挂帅 可是当思想也错误的时候 我们就要修正 就是这么原因 所以我觉得 在邓小平做到最好的一点 就是他真的修正了马克思主义 就是说这个东西啊 对不起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 跟我们现在中国所走的社会主义 这里面有修正的 这就是告诉大家 我们接受思想领导 思想挂帅的领导 可是什么样的思想 我们会变得非常的关切 这个就是英国的哲学家罗素 他活了98岁 他还到中国来过 写过一本书 叫做中国问题 他也对中国做了很多的 思想方面的这种设定 当然有的也发生错误 现在我们最担心的就是 在发现我们在大方向上面 思想部分出了差错 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 政治人物以外的思想人物 是多么的重要 所以我提醒大家 也请大家特别注意到这一点 我们要保持一个好头脑 维持一个比较准确的思想 用这个力量来指导我们的前途 我们才真的变得有希望 否则的话 我们的力量可能消耗在 像斗鱼一样 像陷螺斗鱼一样的自我消耗里面 也可能像那些蛤蟆一样 那些青蛙一样 勾着肚子把自己毁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